hello 欢迎学习爬送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介绍的 像Xpass的基本介绍 以及插件的一些真的安装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Xpass的语法 Xpass这个语法 那么Xpass这个语法的话 它使用起来也是比较简单 这个语法也是使用起来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准备以四个部分来跟大家讲解 Xpass的语法 第一个的话就是选取这个节点 对吧 就是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选取节点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位词 位词的话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在这个中号当中的这些东西 通过这个位词的话 可以在查找这些节点的时候 给它指定这个条件 第三个的话是这个通背符 通背符说的白一点 就是一个信号 代表的是任意字符 对吧 代表的是任意节点 任意属性什么东西的 然后下面是选取多个路径 就是有些时候你想选取多个路径 那么的话也可以 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个来讲 好 首先的话来看一下这个选取节点 选取节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是load name load name的话代表的是 那个选取选取节点的名字 比如说你在这个 Xpass当中写一个DMV 对吧 那么的话 他就会把那个 HTML这个文档对象当中 所有的DMV元素 全部把它给选中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一段 就跟大家来演示一下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浏览器 这个地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点什么 我们讲这个Xpass这个语法的话 我们就要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什么理动性的东西的 我们就直接将这个语法放到我们的实际的网页当中去跟大家演示 这样的话就比较有说服力 并且大家也比较容易学会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使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只要使用的是这个5个浏览器自带的这个Xpass help这个插件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写一下 好 比如说现在我想要获取到这个网页当中所有的DMV元素 那么的话我就写个什么呢 写个两个鞋杆 写个DMV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获取到了所有的DMV元素总够是有298个 对吧 好 那么为什么我这边要加两个鞋杆呢 待会的话我就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只写个节点 那么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网页当中所有的这个同名的这个节点 全部都把它给选出来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鞋杆 那么这个鞋杆的话是有两个用法 两个用法 如果是在最前面的话 那么代表的是从那个跟节点开始提取 那么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什么呢 如果是后面的那个 如果是出现在某个节点后面 那么的话他就只会去查找那个直接子元素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 好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 我写一个鞋杆 鞋杆DMV 那么他这个地方查找出的那个结果是不是为0 为什么为0呢 当然因为是这样的 他这个鞋杆鞋杆的话 他代表的就是只在这个什么呢 根节点下面去找这个DMV元素 那么我们接下来右键来查看下这个网页羊代码 那么在根节点下面的话 是不是直接它的直接子元素 我这个鞋杆的话是只会去查找直接子元素 那么你鞋杆鞋杆的话 他就只会在这个根节点下面查找直接子元素 什么叫做直接子元素呢 是这样的 你想一下 你还有你爸爸 还有你爷爷 是吧 你爷爷的直接子 直接子节点 就是只有你爸爸这一辈 他不包含你 那么如果是子孙节点的话 就是包含你 对吧 就是包含子和孙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直接子节点 以及那个直接子孙 还有那个直接子 还有那个子孙节点 一个人的区别 那么鞋杆的话 他只会去查找直接子节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根根节点下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html这个节点的话 是他的一个真的直接子节点 对不对 其他的DNV元素都是放在这个body当中 就是他的子孙节点 对不对 说的话 如果你只写一个鞋杆的话 写个DNV 他这样的话是找不到的 是这样找不到的 那么如果我们这地方写个html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个网页当中的这个html 这个节点把它给找到 明白是吧 那么的话 反馈结果就是一 对吧 反馈结果就是一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鞋杆 这个就是鞋杆 好 那么如果你是想要去过取这个什么的html下面的那个什么的body元素 那么的话就写个body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这个鞋杆出现的是在这个某个节点下面 那么就意味着他只会去查找这个节点下面的直接子节点 直接这个body节点 那么的话就找到这个body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下面写个dnv的话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下面写个dnv的话 反馈的也是一个call 反馈的也是一个call啊 那么为什么反馈的是个call呢 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就是你写的写的他只会去查找这个html下面的那个dnv元素 很明显在这个html这个元素下面是没有dnv的 对啊 这个dnv是在这个body下面的 已经算是已经算是这个什么呢 已经算是这个html它的一个这样的它的一个啊 啊松节点了对说的话这样的话也是找不到的啊 那么这个是啊那个呃 直接子节点啊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鞋盖好吧 两个鞋盖啊两个鞋盖的话就比较牛逼了对吧 前面这个的话就是那个直接子节点啊 两个鞋盖代理的是什么呢 查找那个子孙节点啊 跟这个鞋一个鞋盖有点可比性啊 有点相反的意思对吧 这个两个鞋盖的话就是查找的是那个子啊子孙节点对吧 啊刚刚我们这个地方写个两个鞋盖写个dnv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网页当中所有的dnv元素全部都把它给它找到吧 对他这样找法的话就是说啊 从我们这个网页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啊 去找那个dnv元素啊 去找那个dnv元素啊 啊比如说我们还想去获取那个什么呢 还想去获取那个 获取或我们还想去获取我看一下啊 呃 我们还想去获取下这个script标签 但是我们现在只想去获取什么呢 我们只想去获取个head当中的script标签 那么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对吧 就是head下面啊不是head啊 是head下面 然后的话写个什么呢 scip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我们这个head当中的这个script标签 那么如果你这地方写了两个鞋盖的话 他就会将整个网页当中所有的script标签 全部都把它给写中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我如果只有一个简单 哎只有一个的话也是十个嘛 呃我看一下啊 是不是在整个网页当中所有的script标签 他全部是放在那个head当中啊 也不应该啊 这个里面的话是已经不是在这个head当中了啊 嗯应该是没有刷新吧 我看一下啊 head对吧 然后下面的那个scrpd啊 是十个是吧 呃然后的话我这个地方再给点啊 这样写法的话是直接获取这个什么呢 这样写法是直接获取这个head当中 head当中所有的script标签啊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head刷掉啊 那么他就意味着去寻找这个网页当中所有的script标签啊 是这样的话是这样的意思 好吧 呃head啊 然后是这个斜杆scrpd scrpd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获取这个head当中所有的那个标签啊 当然这个地方你想使用一个斜杆或是两个斜杆意思都是同样的 意思都是同样的啊 呃或是我们再举个其他例子看一下啊 嗯 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还没有讲到这个位置 说的话不太好讲啊 因为有位置的话就有那个条件提取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大家大家明白就好了 是吧 就是一个斜杆代表的是只只查找直接子元素啊 两个斜杆就是代表的是那个什么的啊 会会查找那个呃 子孙接连对吧 子孙接连啊 好那么这些呢我们再来看下第三个啊 第三个ad的话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想要去查看一些呃 想要去获取一些这样的属性 那么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ad方啊 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地方是给个视力是吧 如果给个book下面给个中奥给个ad方 然后再再写上一个这样的字啊 啊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会去查找所有的book标章啊 他会去查找所有的book呃 book元素 并且啊 这个book元素当中必须要有这个price 这个这个属性 明白是吧 好那么我们这边也是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获取啊 所有的dm元素 并且啊 这个dm元素 必须要有那个id属性啊 必须要有那个id属性啊 那么我就写个ad 让他的话给个id啊 那么的话总共是有29个 对吧 总共是有29个啊 那么我们这边可能叫f搜索一下id啊 不好搜啊 不好搜 搜div吧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id它的一个属性啊 就是处在这种监控中间前面这部分的啊 就是呃 壁壳标签的前面这一个标签里面的这个里面啊 这个这个的话就叫做属性啊 就叫做属性啊 那么写成这种形式就是ad给个id啊 就是ad给个id就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查找这个 代表的是查找这个 呃 这个里面的那个啊 属性啊 大概是查找那个属性好吧 那么如果你写成这种形式 代表的是选择所有不可见面的里面啊 的那个 的那个属性啊 的那个属性不是 这个地方的话代表的是选择拥有id的所有的啊 所有的dm元素好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写错的啊 选择所有拥有啊 都不可接力啊 好那么讲完这个东西以后啊 呃这个东西的话还大家还是要用的比较多是吧 这个ad这个东西后期我们再呃 再去提起那个属性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使用的这个ad方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位词啊 位词的话说白的啊 就是在这个中号当中的这个东西就叫做位词啊 那么这个中号这个东西的话是用的干嘛的呢 这个中号里面的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提 用来过滤一些节点的 对吧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只想获取到那个啊 某个啊 我我只想获取到整个元素整个页面当中 第一个div那么的话你就写个第一啊 写个一啊啊 而且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Xbox当中 他这个下标啊 就是这个下标值的话 他虽然是中号对吧 但是他这个下标值 他不是从零开始的 那么在我们的python当中这个代码啊 他是从零开始的对不对 下标是从零开始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他这个下标是从一开始的 好吧 行从一开始的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获取 我想要去获取这个以网页当中啊 我这个网页当中第一个div元素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写啊 body下面的那个什么的啊 第一个div啊 第一个div元素 那么的话就写个一啊 嗯 这样啊 哎 这样的话就只获取到这个body当中的第一个div元素 对吧 只获取到这个body当中的第一个div元素啊 好那么 嗯 这个的话就获取到第一个元素啊 那么如果我们接下来 呃 往前看啊 如果我只想获取到最后一个元素 那么的话就给个last 然后的话就 直接这个last这个函数啊 那么就是last的啊 这样的话就是获取到那个什么的啊 这个body当中的最后一个div元素 对吧 最后一个div元素啊 好 那么如果我想获取到那个什么呢 那个某个元素下面的那个 呃 前面前面两个一和二两个啊 那个div元素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写 让这个position小于3啊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去讲啊 对吧 就可以获取到两个div元素啊 可以获取到两个div元素啊 或者是大于3 大于几啊 大于3的话啊 就可以获取到其他的 对吧 可以获取到其他的啊 呃 在我们的这个body直接子元素下面的话 是只有一个啊 是只有一个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获取到的是那个啊 大于3的是那个那个直接子元素 总共是有三个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呃 price啊 这个是刚刚已经讲过了 对吧 就是啊 选取拥有price属性的这个部的部的元素啊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就是啊 过滤啊 过滤这个属性必须要等于10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啊 啊 我们右键来查看一下啊 右键来查看一下 选择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选择什么呢 我想要去选择那个id等于servertime的这个呃 这个标签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去写啊 就是input input mpu mp put对吧 然后的话这个id的话是这样的等于这个什么呢 sdmv servertime啊 pime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元素啊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元素 明白意思吧啊 然后我们或者是再来看一下啊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获取啊 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s下个性position list的这个啊 这个元素 那么的话就可以这样去写对吧 就是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sposition v o s i t i v o s i t i l 类似的啊 这个不是input的 是dmv对吧 dmv啊 哎 dmv class是等于s下方件p o s i 啊 这个是多这个t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元素了 对吧 可以获取到这个标签了啊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了 对了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啊 根据某个属性去换取啊 然后我们这个属性的话 还有就是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来啊 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只要我们想要采用这种模糊匹配 什么叫做模糊匹配呢 我只想或许啊 比如说啊 这里个跟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点击进去啊 点击进去 然后我们右键来查看一下啊 不是右键查看 是右键检查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个dt这个元素啊 我们往下面走吧 这个这个dmv这个元素的话 它是不是有两个class吧 对了 那么如果我想在过去的时候 我只我只提我只提一个class 就是写这个fl这个class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那个contents 就是采用那个模糊匹配好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还是来展开这个啊 然后的话去找那个什么呢 找那个dmv啊 dmv 然后的话它的那个什么呢 classclass是class我现在采用这个模糊匹配 那么的话就是采用那个contents那个方法啊 c1tns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是那个addclass是包含这个什么的fl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元素把它给找到 对吧 这种才能是模糊匹配啊 就是有些时候你这个呃 属性它里面东西可能比较多 那么你只要啊 使用其中的一个属性 就可以把它给匹配出来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呃 属性匹配啊 属性匹配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看啊 通背符啊 通背符的话就是那个信号啊 信号 比如说我想要去选取某个标签下面所有的元素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做 对吧 比如说我想要去查看下 波底当中所有的所有的元素啊 那么的话就给个信号 对吧 总共是有33个啊 呃 然后的话还是那个什么呢 如果你想去啊 获取只要拥有那个什么呢 属性的div元素 那么的话就可以这样做 对吧 就是div 然后的话 add信号啊 代表是只要拥有这个属性 我就把这个div元素把它给取出来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信号啊 这个就是信号啊 这个用的一般比较少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选举多个路径 对吧 选举多个路径啊 选举多个路径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啊 书干的形式啊 获的方式 对吧 获的方式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我想要去选举什么呢 我们的随便找吧 随便找吧 我想要去获取这个啊 job advantage 或者job bt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认证一下啊 首先的话 或许是这个div对吧 呃 然后的话 不是div是d对吧 db 然后这个add class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job啊 bt啊 然后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db啊 然后的话这个class啊 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job advntag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两个元素都把它给获取到 对不对 这两个元素都获取到的啊 来看一下啊 嗯 这地方怎么报了个错呢 好 这个地方应该也是这样啊 这个地方应该也要给两个鞋看 才能够获取到啊 刚刚是呃 这个地方获取到的是吧 上面这部分 哎 上面这部分在哪里呢 我来看一下啊 job advntag啊 哎 是在这个地方是吧 我以为刚刚是报这个错 其实没有报错啊 其实没报错啊 就是这部分 就是这个职位优化 对吧 就是这部分也把它给你选中了啊 你看 他这边加这个叫做xh 干highlight 然后下面也写那个xh 干highlight的 说明这两个东西是已经选中的 明白是吧 说的因为被已经选中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选择了多个路径 选择了多个路径 好吧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就列出了一个这样的运算符啊 因为列出了这个运算符 就是在我们使用的这个位置当中 你可以使用这些运算符啊 或是我们这写xh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这些运算符 对吧 其中一个比较有用的就是什么呢 呃 其中比较有用的哈 就是等不等小于小于等于 对吧 大于挨大于等于 或 或者是那个什么呢 or操作啊 或是那个a的操作 对吧 比如说有些时候啊 我想获取那个什么呢 我想获取啊 这个class是等于job detail 并且这个id是等于job detail的话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去写啊 就是可以这样 首先的话 它是一个dl 然后的话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class clclas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job detl啊 并且那么的话就写个end啊 并且这个什么呢 id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job detl 好吧 这样的话就获取到的这个元素 对吧 就是有些时候有可能某个元素 他们都拥有同一个class 那么的话 你想选择出其中一个 你就可以使用这种条件 对吧 使用这种条件啊 然后还是这个or 这还是这个or 好吧 那么这些话 我们就不去过头讲解了啊 好 那么这些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xpass的一个 这样的基本的使用啊 一个基本的语法啊 那么后期的话 我们会讲一些这样的爬虫 也会去不断的使用这个xpass的语法啊 熟了是讲用多了 你就会的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带大家来做个笔记啊 带大家来做个笔记 xpass的语法啊 使用方式是吧 使用方式啊 使用方式的话啊 我们就 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什么呢 书面上的东西的 我们就不讲那么多理论了啊 因为这是这里的理论的话 之前也已经讲过了 那么我们在这边做笔记的话 我们就直接列出来 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 我们在开发当中 我们一般会是去怎么样做 好吧 就是使用啊 两个 使用那个双鞋杆啊 获取啊 那个什么的啊 整个啊 页面当中的某个元素对吧 当中的呃元素啊 然后写什么呢 写标签名 对吧 写标签名啊 然后再什么呢 再写那个物语词啊 进行那个提取 对吧 进行提取啊 比如 DMV 然后的话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abc的啊 那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啊 class是等于abc的这个DMV元素 把它给提出了 当然前面再两个鞋盖 好吧 这个是使用方式 既不使用方式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啊 一些注意事项啊 注意的 需要注意的支持点啊 需要注意的支持点 好吧 好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 呃 一个鞋盖和两个鞋盖的区别啊 鞋盖啊 一个鞋盖代表 只获取什么呢 只 获取啊 那个直接子 结点 对吧 嗯 结点啊 第二 然后两个鞋盖是 获取那个什么呢 呃 子孙 结点 对吧 一般那个两个鞋盖啊 用的 比较多 好吧 当然也要看情况 对吧 有些时候 我只 我就是只想获取某个元素 下面的那个直接子结点 那么的话 你就应该使用这个鞋盖 不应该使用两个鞋盖 对吧 好 当然啊 当然也要是情况 而定 好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的 是这个 呃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 嗯 刚刚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孔呃 孔带子啊 孔带子 有时候啊 有时候那个呃 某个属性都包含了多个值啊 那么可以啊 那么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C1.S啊 行数对吧 可以使用这个孔带子行数啊 呃 势力代码 如下对吧 好 那么最后话就是div 比如说啊 这个 呃 克拉斯 是 孔带子 C1.T.A.S啊 是包含这个 这个 这个 对吧 是等于那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job啊 detail 对吧 好 那么是这个啊 好 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 看一下啊 这个下标 下标啊 那个第三个啊 就是 位词 中的下标啊 下标 是从 标啊 是 是从1开始的啊 不是 不是从0开始的 好吧 好 那么那么更多的一些这样的知识的话 大家就参考一下我的这个教 好吧 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xbus 预防这期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